15号 欧盟委员会发布2023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说 受能源价格下降 供应瓶颈好转 以及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 该委员会决定上调今明两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 报告预计 2023年和2024年 欧盟经济将分别增长1%和1.7% 好于今年2月冬季展望报告中预测的0.8%和1.6% 同时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1.1%和1.6% 报告还预计2023年欧盟通胀率将达到6.7% 今明两年欧元区的通胀率将达5.8%和2.8%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珍蒂洛尼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盟经济前景好于预期 但下行风险有所增加 一旦出现高于预期的核心通胀率 将导致更强烈的货币政策反映 对投资和消费产生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 感谢观看